今次你會介紹如何分件和印帶 這個題目我建議大家用一隻未煮熟的雞泉翼 去拆開它看看裡面不同的結構是怎樣 對於你理解整個課題會很有幫助 如果是教書的同工可以大學生一起做 就算你是學生你自己在家找雞泉翼也可以做到 首先大家可以用尖頭的剪刀去清除雞皮 大家就會看到肌肉 肌肉功能就是收縮 產生拉力 如果想知道某一塊肌肉收縮 會對於手的動作有什麼影響 你可以拔一下那塊肌肉 譬如現在畫面的二頭肌 你可以拔一下它 其實雞泉翼會縮起來 相反如果大家拉拉後面的三頭肌 雞泉翼就會伸直 而整隻雞泉翼最容易觀察到的肌腱 就是現在畫面指著那個位置 就是雞中翼和雞翼尖中間轉彎的位置 如果大家有雞翼在掃力摩實物觀察那條肌肉 你就會觀察到 你扯一下它 發覺它會很堅硬 就是肩硬和無彈性 你也可以直接看到它是連著肌肉和骨 然後當肌肉收縮的時候 即是你無疑就是要用一個掃力 用一個鉗 那些力就會傳到骨 然後就會產生一個動作 肌肉其實需要是無彈性 才可以有效地傳遞到拉力 以畫面為例 我們試圖拉動一架手推車 如果這個結構很有彈性 它就未必能傳遞到拉力 像一個人一樣 它一直在退後 如果手是很有彈性的話 它個人退後 然後手一直延長 手推車可以完全沒有動 即是說那個拉力傳遞不到 當我們研究完肌肉 我們就可以把肌肉用剪刀清除它 然後就可以看清楚關節 在關節裏面很多結構很精細 在這裏就沒有辦法放大給大家看 大家真的要自己用雞翼去看一看 我們會看到一些結構 就是 ligament引帶 它就是將骨和骨連接 它的功能就是固定骨的位置 避免脫位 英文是Dislocation 俗稱掉膠 但是因為它又要有彈性 讓骨之間可以動 但又不要動得太多 離開了它應該有位置 中間關節裏面有很多細節 在這裏就沒有辦法一一講解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Google 自己搜尋多些圖 慢慢細心研究一下 我之後就會直接再講Pass Paper 我們可以看看1994年 這條MC 結構A就明顯顯示了骨和骨連在一起 所以它就是 ligament引帶 B就是將肌肉和骨連在一起 所以它就是Tenzen鍵 然後它們的特性或者功能是怎樣 大家可以看看 下一題 下一題就分別問大家 印帶和基建究竟有什麼角色 如果前面看就應該都會做 然後我們看看A-Level 07年一條短題目 題目有一個很簡略的關節圖 很多東西都沒有了 接著就叫大家畫一些標主的部分 就是它有什麼結構可以減少摩擦力 這些的講解 我就在上一條影片講過關節結構時講過 那我現在就不詳細再重複了 那首先呢 現在橙色Label了的就是Cartilage 軟骨 接著就是Synophil membrane滑液膜 還有呢 由滑液膜分泌出來的Synophil fluid滑液 接著這條B部分 就是問為什麼印帶要有彈性 而基建就不可以有彈性 就是為什麼印帶要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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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個Tangent就一定要有彈性 我之前已經解釋了 那如果這裡回答一個答案給大家 你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你要用文字表達的意思出來 你可以怎樣寫 最後一條就是DSE2013年的短題目 A部分就不問這個關節 它是屬於哪類 看來有什麼例子 那這個答案呢 也是在上一條影片裡有說過的 那答案大家自己看吧 接著B部分就問 A和B 即是 A就是骨連骨 所以是印帶的力量 B就是骨連肌肉 所以就是Tangent 是基建來的 那他們兩個怎樣配合 去令到關節動到呢 那答案呢 大概都是寫回 基建和印帶的角色 而看考試的報告 就說同學的答案有什麼問題 那就是沒有說到 他們怎樣配合 是令到骨是動的 所以那個答案 其實你要寫一段說明文 那樣 就要把肌肉產生 因為它contract 收縮產生 是拉力 是怎樣透過基建和印帶 最後令到骨是動的 那這個就是答題的重點 那到這裏呢 我們就大家可以看一看 這個部分的課程指引 那個要求 那過去那三條影片呢 其實就已經是講了 紅色的部分 而這個表呢 就幫大家整理了一些 相關部分的重點 那大家可以CAP了圖 來溫習 是你們要多ュ歩 我們要有些訓練 人們給大家看 就不懂嗎 而且那些腦子 是有效能力 像是有效能力 就是一個 但是這樣 一個